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过春节的点点栏目 两位拿到 拿到你们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其实刚刚在还没有开路之前 就已经跟两位拿到说 是我们的前辈 所以肯定对过春节有很多的体验 还有很多的经验 所以今天要请两位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是的 那都可以分享一下 在你们小时候或者是说年轻时候 你们是怎样过春节的呢 来 你们谢谢 好 达到登门区 先分享一下 来 试试 长辈先 我们也是加船嘛 加一加船小学 每一年的过春节呢 老的传统的习惯 那个免不了 比如说一定要团年饭 出席 那么接下来第二天呢 也做一些传统的 像粉红包啦 纪念过去的仙人 早上呢 吃一顿的感恩早餐 我就开发门户 也借助过去的亲友来相聚一下 希望能够维持这种家住 家庭的感受 基本上的动机跟目标 是要维持这个家的感觉 我们说回家过年 每次说回家过年 过年一定是回家 到了比如讲清明节呢 我们就想到牧原 圣诞节就想去教坛 那我其实也是非常好奇 是说在你们小时候 在我们古晋或者沙拉玉这边 过春节的那个氛围 或者是感觉是这样子的 可能来请我们的市长 其实我觉得我们大致上华人 当我们这个除夕夜的时候 大家都很注重的 就是这个团圆饭 游子们从外国回来等等 所以在隔一天呢 大致上我还是比较传统那种 那都我不知道 我们都有这种习惯叫锁碎 所以我们尽量在十一点过后 我们打了炮竹等等 然后我们就在锁着到很疲借的那种 因为我们相信说锁碎 就为我们父母亲争受嘛 所以大致上都一两天才睡觉 但隔天呢我们就很早就醒了 所以就开始了我们一天的准备 然后来迎接我们的这些亲戚朋友 大致上我觉得这个初一呢 大致上都是亲戚朋友们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开放门户的话 我们都会在那边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基本上 我们华人传统的一种团圆跟团聚吧 就是从以前你们小时候 一直到现在都是维持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一个传统 过年的时候 我还没有逼年过 所以到现在还是延续着这个传统 对 因为有时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有些亲戚朋友 可能你就是一年里面 只是那一天 能够一些交流跟来往 因为他们都从国外回来 那我觉得也趁着这一天 大家能够聚一聚来交流一些 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 虽然是一个很日子 已经定下来的那个日子 就像一个约会的时间那种 这样我们都知道说 农历新年的重点都是 主要在年初息跟年初一 那你们这两天通常是怎么过 所以可以分享一下 你们昨晚的团圆饭的年菜有什么吗 对 有什么特别的 我不知道大家都 但是每次我们还记得 我们要说团圆饭里面 你要大致上我们小的时候 就开始有那种火锅 放火锅 然后放那个碳 所以砖锣是不是 对砖锣那种的 所以久而久之后要去准备等等 要去找碳 所以现在已经有这些汤等等 但是有的人就是比较不欣赏 虽然是一种团圆的一种气象 那我觉得大致上小孩子 他们也不要去准备 所以我们大致上都会在家里 就是准备了这样 那我还记得 不知道这个是对还是错 因为我记得我们每次华人都说 年年有鱼 这少不了要有鱼 那有很臭巧的那天 我父亲还健在的时候 我们想说 这个鱼是年年有鱼 要把这个鱼肉吃完以后 就没鱼了 所以一定要留一点 没有 那我们想说怎么办 但是又要吃又不可以说没有 所以你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真的两只鱼 一只是吃的 一只是放的 那真的是年年有鱼了 因为我们想说 你不要逻辑一点的话 那你说年年有鱼 那你把这个鱼吃完以后 那还有鱼吧 没有鱼了 所以说就是一只是摆着的 一只是吃的 我不知道哪多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顺着那种的话 也蛮有 没人有逻辑的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市长的这个分享 也是破解了很多大家心里的一个疑问 也是他一些小时候过年的这个体验 那拿到段伦琪呢 在我相信更久远了吧 小时候过年的那个感受 过去比较复杂 现在是很简单化 那过去的复杂也有他的乐趣 比如在团圆饭 那一天我们所有家里的人 都要去吃饭 就是我那个年代的时候 就是你要洗菜也好 你总是要动手 就每个人都要餐 每个人都要动手 你整理也好 洗刷也好 就是要动手 目的就是让他们感觉到说 这个是今年的最后一天了 所以准备孩子们知道说 饭吃得不容易 煮这个饭也不容易 所以让他们提醒你 那一天出去呢 一定要很操劳的 又很累的那种 很累 不过累一种 累一种你才感觉到他的乐趣 对 不过现在生活简单了 所以我倒是希望说 这一代的人不要嫌麻烦 嫌麻烦就失去内涵 希望他们这些麻烦的事情 有他的乐趣 那其实这样简单化的 过这个春节 因为现代的人都是 就是讲求一个快速的社会 快速的世界 其实简单化没有不好 但是就是少了一些意义吧 对 简单我们叫做 生活就是要麻烦 麻烦就有乐趣 所以希望春节的时候 这一代的人现在是 嫌麻烦了 什么都简单 连开放门铺 过去是三天到一星期 十八门铺 十五天 你是讲早期过年 早期过年 对 就是种流水溪 流水溪 你要来几点吃吃的 大家来到天你就走了 现在就要定时间了 对不对 只有初一 不是几点到几点 对 大家都很怕麻烦 市长有提到这个名词 碧年 碧年 这个碧年这个名字 也不知道几时出现 其实碧年它是一个贬值 所以有人故意怕麻烦 所以就 甚至有人在家里门也关卷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避免 另外一种 避免的意思是说 他们不在家里先去旅游 去外面 那些人就不算的避免 对吗 他只是性质不在家里 他们去新加坡去K.O. 带孩子去旅游 那个也算是过年 只是没有在家过年 对 因为也算是一家团 可以每一次出去 也是团聚 我还是希望说 他们应该留在家 留在家 不管是孩子的家也好 还是自己的家也好 年没有家 但是完全没有 那时候我们每一年都在家吗 还是有去旅行的习惯 我一生中好像初年 没有这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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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家过年都比较有感觉 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就是我们基本上 年年难过还是要过 对 所以我觉得 就像我们的家族 大致上在过年一个星期前 就把我们家族全部 叫来 叫来 一起吃饭 因为有时候真的 你的表弟 你的堂兄是谁是谁 他们在忙碰到他不认识 真的 这个是很严重的一种脱节了 你要自己 不要说是朋友 连亲戚的那种 现在的东西已经脱节了 所以大致上我们都在 一个星期前 就召集全部 数数辈 这些全部 他家人 传的第幾代 就是一起来 所以大致上 他们都会认识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种出发点 因为我觉得任何东西 开始的时候 从我们家庭开始 那如果我们要讲说 我们要开放门路 跟朋友 一起来庆祝等等 那基本上 我们先在家庭里面开始 所以我们才在 过后整个家族吃完饭以后 那我们连除夕的时候 就自己各自家庭 自己吃饭 所以两位大豆 其实即便是过了 那么多年的年 过了那么多的春节 所以对于过年的性质 还是有的对吗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真的 很多游子就是在这时候回来 对 我觉得另外一个 我常看到的 虽然现在是过年 你看清明节的时候 在四五 你可以看到那种人潮 真的是 所以我觉得这种 是我们这种 华人传统的文化 应该继续地传承下去 是 因为现在很多 应该年轻人 都对他们的亲戚很陌生 都不是怎么联系 或者可能跟父母去拜年的时候 也不跟 就是 就是 因为 因为他们到这上 他们都说我有自己的朋友 对 有没有 所以到这上 我们在教导这些年轻人 年轻人 其实我跟他说 你知道吗 长辈每一年不会增加 他会越来越少 朋友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你们的话 你们应该选择这些时间 应该消耗在这些老人家的身上 因为你不可能继续地 在你几十年下去 还可以继续看到他 所以我觉得要珍惜这一块 找一个平衡点 那小孩子要出去玩 都可以 有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家庭方面的那种教育方式 是 但是有一个提醒 我们俗语有讲 一亲二表三了 意思是什么呢 第一代是亲 亲兄弟 亲姐妹 第二代只有表兄 表兄 第三代就是孙子了 很少来往 所以常常说第三代就了 所以春节就是要把打破一亲二表 上一了的这种 新的形态出现 是 你看新年是生的人在一起 亲民节就是跟仪式的人在一起 所以有人在的时候就好好地利用春节 珍惜在一起 春节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节日 或者借口也好 还是节日也好 反正过节过的就是一种团圆 然后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是的 世代要认识一下 是 那节目来到这里 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 回来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回来继续收看DialogTVS春节特备节目 我是苏恩 你好,我是Brian宜斌 那刚才我们就跟两位打托 聊到了关于很多他们过年的一些体验 或者是过去过年给他们的一些感受 那其实来到现在这个时间段 我比较好奇的是说 包红包这件事情 因为聊到这个红包 现在很多人把这个红包物质化了 然后不要在意红包里面的这个 宿额 宿额 是,所以两位打托是怎么看待红包这件事情 有没有习惯包红包给小辈的习惯 来,拿到再冷气 因为你包的比我多 包红包肯定是必行的 以前我们包红包的时候不是初衣包 在除夕晚上 等到孩子们睡觉 就偷偷地把那个红包 放在他的枕头 好有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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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一个人在说 You have a sweet dream You have a big girl 所以都是放 现在就不一样 现在都是出一给,对不对 对… 打到一个出一给 红包世界上它的意义是在于 给祝福 就是说祝福 希望包一个小红包 让你的儿孙们日子过得比较好 这个意思是这样 那么现在就 一向来都是长辈跟小辈 不过现时代就改变了 长辈肯定要给小辈 那么现在小辈呢 你工作了 就带着一种笑的感觉 你一定也要包红包 给你的父母 给你的长辈 那么 其实给了父母 父母还不是在top up 在包回给你 孩子给我一圈肯 我还要top up 最后他还是拿 到天 到天 其实这就是一个 长辈跟小辈的一种 因为我觉得就是那种敬爱 一个那种孝顺 所以大致上 我觉得我们小时候 我们初一就初一的时候 那我觉得我们就会很早一些 就是在祖父祖母 拿了两粒鸿肝去拜年 以前那种拜年 我不知道我们本身在小的时候 还要跪下去 我也是这样子的 然后跪下去 才可以拿到 对 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 小的 我们不会去在意 说里面是有多少钱 我觉得它是那种 那种祝福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 是不在于这个 有多少钱在里面 它在于那种 你受到这个 长辈的一个祝福 那我觉得在于孩子 给父母亲的那一块 大致上是一个孝顺 祝福他们长命百岁 身体健康那些 所以我觉得大致上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的 作为父母亲的 大致上他都不会说 你孩子包给我多少 就像他都讲的 他们都会 不止把他全部都给 就是说他不会给他儿子 但是他给他的孙子 对不对 你如果给他一千块 他就给你六百六百 所以他说到最后 是个导贴的生意 导贴 所以 但是我觉得就是那种 我们华人的一种 传统方式 是 然后他不能够 变成一种商业的那种交易 或者在看的那个数额 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 应该去把它改变这种思维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红包袋 你看我们真的很多人 都花了很多心思在红包袋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 我们应该还做到的就是 赫年卡 现在很少看到 对 赫年卡已经 对不对 有多久没收到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 因为我们小时候 还没有过年以前 我们都会去找赫年卡 然后那时候 我觉得邮费还蛮贵的 所以都会亲自送去 送了以后他们送过来 所以我们就看谁的赫年卡最美 最好看 对不对 对 还有累积的收集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传统的这种 那种整个开始的那种温度 很像已经不在了 他们都是WhatsApp 而且有FORWARD 来来去去 所以你收到整个都很 所以我觉得那个反而 没有那种感觉 因为你收得太多了 第二个呢 你就是觉得 你不会每一个都去读 每一个都去看 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 还是走回那种 比较有自觉的那种感觉 你可以收到 你可以看到那种祝福以 所以我觉得整个 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说 这个应该是 连续传承下去的 它不在于一个 因为现在你可以看到 你说收到赫年卡 哇 有没有 就是那种 所以为什么这个 红包会比赫年卡 收还年 比较幸运 因为它里面有空间 里面有钱 里面有钱比较重要 但是我觉得市长的分享 真的让我有很多 就是回到以前过年的 这个回忆 小时候过年 因为刚刚市长就有说到 以前拜年真的要跪下去了 我记得大年初夕 就会玩团圆饭 就会玩团圆饭 就开始 真的要跪下去 跟父母亲讲贺雨 然后就有红包 是 然后贺年卡 同学之间 都会给 亲自拿到你手上 是 那种小张 小张也有大张 有的人还花会时间 有些是TRED的 自己画 还记得吗 我曾经自己制作 贺年卡送给别人 所以这些温度 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是 是 我有一个版单 我要提醒 新的年轻一代 拿到红包 是TRED P&C P&C 不要拿出来 在别人面前开 没有礼貌 这顺重礼貌 对 你拿了多少 不要跟第二者讲 没错 一块 十块 一千块 你不要讲 这个是非常没有礼貌的 所以我希望 这一代的人 不要随意在别人面前 开的包 对 也不要跟第二者讲说 手很收 送给我多少钱 这个很没有意义的 很没有礼貌的 是 这个当然 年轻一代要注意 与提说是 这个版单 不如说这是一个过节的礼貌 礼貌 礼 对 所以讲到包红包 我们就讲到小辈 小辈的话 在这个龙年 今年是龙年 我们就听到很多这些 结了婚的年轻男女 就想好好地冲刺 说龙年要生龙子 龙女 那关于到这一点 两位达到有没有 你们自己本身的看法 觉得这是一个迷思吗 或者是你觉得 对于增加我们的人口 反而是一件好事 反而是一件好事 我就感觉得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对吧 生孩子 你时间当然 什么时候都是 偏偏要损龙 他在人的想象中 以为龙是 最威猛的 一个生肖 所以说龙年生龙子 确保这个孩子将来会发达 其实这个带着一种迷的 我认为此风不要长 要多生孩子 任何时候都可以生 任何年份到来业 任何生肖的孩子 都可以成风成龙 对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 大致上我们不算是迷信 但是我觉得是有点 就是因为大致上 都每一个人都争这个时候 那不一定 你今年结婚一定会生 对不对 所以当然我们祝福每一个人 但我期望当然 像我们华裔 大家努力一些 因为我们人口在跌 对 真的努力 趁这个龙年 当然我觉得每一个都要讨一个吉利 所以觉得龙年 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 要生 尽量生多一些 就是我们人口在跌 但是我觉得就不需要 就是一定要选对今年 对 我觉得孩子的过程的成长 实际上就是在教育那一块 对不对 而不是说你在这个龙年生起来 它真的会发达 就像天上的这么猛 这么厉害 是不是 但是你也不知道是龙 是龙还是蛇 也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在教育那一块 所以我觉得 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但是我觉得就顺其自然吧 没错 顺其自然 到时候刚才我们有聊到 那个春节红包 其实我很好奇 因为现在好像有些人 会用那种电子红包的方式 给你们 你们是比较倾向哪个传统红包 那还是电子 谁者是 我觉得 我不知道 其实我的红包 但是上次我就带我妈妈去包的 我就把红包带 然后就要说 这个包多少钱 这个包多少钱 每一个不一样的那种 随着我现在再包 然后就让它自己去估计 就是你要给谁 你自己给就对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一块里面 反而我的看法是觉得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 就像我们贺年卡 跟给你一个WhatsApp的贺年 跟一个电子的那种 当然趋势所在 但是我觉得还是免不了 那下一个红包要包什么呢 如果我们有电子 你不可以给人家一个QR code QR 马上过 马上过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一些传统是真正的需要去保留 如果可行的话 如果是负担得起或者是 我觉得就像刚才讲 麻烦的事做的是好的 所以我觉得就整个东西就是说 我们不要它沦落到有一天 真的就像我们的贺年卡一模一样 没有了 无人问津 无人问津 对啊 除非是说可能你的孩子 在国外收不到你的红包 所以你就会用什么方式 其实 网上网 网上网 我觉得苏恩说的没有错 因为我觉得 可能有一些事情的演变 是顺应时代的一个要求 所以可能有些祝福 有些红包是需要漂洋过海 但是因为远距离 所以有了这个电子红包 但是它绝对不是给我们这种近距离 每天见面的 我觉得亲自拿到一个红包 但是里面有这个 当然里面的钱不是最重要 所以说长辈的祝福才是最重要 是的 对 一边讲得很好 我跟你有带钩 不过刚才那一讲的说法就没有带钩 没有带钩 远程的也没办法 对 我们现在新的科技 就是说当你身处同个地方的时候 千千千万万 不要让科技握杀了我们之间的肢体的温暖 是 面对面握手跟手机说你好 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人有气场跟磁场 就应该气场跟实际上你要互动要靠近 是 所以希望科技的成长跟使用 不要无畏地握杀了一向来的近距离的情境 对 感觉 感觉 对 这个是一个新的挑战 现在智商又来了 那更挑战更大 我们还不能想象未来的下一代 他们会如何穿成这个温暖 对,这个很冲击我们的温暖 需要时常提醒 所以这个节目很好 TBS很好 是 提醒一下 对,提醒一下 好 录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是的,回来我们春节版特费的TBS 你好,我是Brian 你好,我是苏恩 我们继续来聊我们过年的一些风俗习惯 或者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事情 然后刚刚在前半段 我们有聊到板当这件事情 我们打斗是满板当见到 包老红包马上拆封 看里面多少钱 不好的 除了这些所谓的板当 我们就说可能刚刚讲这个 可能不是板当 就比较不礼貌的一个行为 但是除了这一个行为之外 两位打斗还有比较避静 就是在过年的时候 春节不能做的 不能做的 不可以做的事情 对,可以分享一下 David 来,你打斗 戴冷静 一般上初一你不要扫地 就是说你好的东西不要扫掉 好 便是避免一些不好听的话语 祝福你说多谢 第三句说不要去讨债 可以讨债 所以每次人家都会说 你欠钱的话要在过年前还钱 对,清账清账 人家讨也不好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块 大致上我们初一是不吃粥的 我也是 为什么呢 有什么原料 因为我觉得有人相信说 当然他们把粥当作 比较穷的人在吃的 因为你吃不够饱 所以你要加些水进去 可以让它填满你的肚子 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吃 第二就是我们初一 其实因为我们佛教徒 都知道我们都吃素 吃素 吃素 所以还有当然我们这些 杯什么东西 都要很格外的小心 除了破扫地的话 如果有打破的话 那我们就睡睡平安 富贵花开 一定要说这几句话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 蛮好的一些 这些吉祥语吧 所以大致上我们都 因为有的人说 不可以吃药 不可以 我说如果你有病的话 你不吃药怎么行呢 所以我觉得有的东西是 以现代的这种逻辑 其实就像你有高血压 你不能说初一吃了药都不好 因为你要就是一只要吃的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东西 所以就不要太过于迷信 迷信在这一块里面 现实生活中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 我们还是要去面对它 就像现在就是说年轻人 我们以前说过年都要穿红红 黄黄没海浪那种吉祥的颜色 但是小孩子现在哪里 所以好像很随性的那种 有没有 这其实有什么版 当是你们可能年轻时候 有在沿用 可是到这个时代就没有在用的 就完全失传了 失传了 就说可能以前在你们小时候 年轻的时候 家里特别在意的 可是来到这个时代 已经没有人在管这件事情了 对 过去的一些纪委 等谁这时代改变了 比如讲颜色 没错 一般上我们避开用穿黑衣服 黑色跟白色 白色有一种白色的感觉 是 黑也是连带那些事 你明白 所以那一天最好能避就避开 可是现在女生的风格 今年是黑色 黑白色也算 那是大地色那种很黑 所以不凡 你忍不住一两天吗 对 因为可能对年轻人来说 红色就感觉很像就是老人家在穿 很气 对 很土 其实也不会 因为现在 对 越来越多 很多红 很漂亮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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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我觉得红色也是可以穿得很喜气 但是我觉得来到现在这个时代 无论是任何颜色都好 只要是大年初一或过年 大家平平安安能够一起过年的话 我觉得这是大家比较珍惜 或者是觉得比较感恩的事情 是 这样其实春节期间 我们都会进行很多一些活动 都可以分享一下过年期间 你们都在做什么吗 你们还有开放门户吗 对 有 还有在延续开房 有 对 除了开房会不会说跟朋友聚一聚 跟 那开房会做些什么呢 除了拜年之外 对 除了拜年 吃 还有会做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 吃一人当时吃喝玩乐 其实我觉得 当这些朋友聚集在一起 大致上这些都是在晚上 因为白天的时候 这些我们亲朋戚友来拜年 大致上我们都会很没空地 再招待他们 那你能够时间做下来 唯一的就是那些比较谈得来的 能够有时间的 或者有时他们早上也不能够来 终于也不能够来 晚上都大家集合在一起 这样有没有邀请 就是你们的非华裔朋友 来到你们的开放门户 都有 我觉得我们这个朋友的圈子里面 不只包括一个华人而已 所以大致上全部只要是朋友 我们不管他是什么宗教 或者是什么种族 那时候就像我们去拜年一模一 我们不会说我们不是回教徒 我们没有去其哈拉雅 我们大致上我觉得 杀劳夜的美就在这一块 这种就是保持我们 杀劳夜和谐的这种动力 是 那讲到过年 我们就有说到开放门户 拜年甚至是玩些小游戏 这样子打发时间 但是我觉得想请教两位的是说 其实过年 我们农历新年真正的意义 对你们来说 来到现在这个社会 这个时代 你们觉得是什么 来 达到登仁基 我们现在把放乐的层次 提升到内涵的层次 可以 三百六十五天 一年 人生不如一舍 十有八九 所以这三百多天 都是过着辛酸苦辣的数值 所以为什么有这个年呢 为什么有这个节日呢 就是要大家 总是要有休息的时候 总是要制造一些有期待 放乐的时刻 对吧 生活很难 所以就希望有这个节日 节日才有一个借口 才有一个假期 对吧 对自己有期待 放乐 这个是第一 第二就是 年就是提醒你 一年过了 你应该放… 我们说一日三省五省 一天要… 一年也要在年尾的时候 我们反省一下 那一整年来 对着错的 然后呢 要准备明年的事 就是一年之际 在春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一种 反省跟期待 将来要怎么做 一个展望 第三 这个年呢 也应该是一个和解的年 因为人生总 免不了有摩擦 有恩怨 所以要借这个年的时候 大家放乐 就不能绑着面 也普通跟你说对不起 也不方便 尴尬 所以这个年到你的家 你能绑着你的脸 是接待我 所以就趁机说 一年中我曾经… 那个时候 大家心胸都非常的开窗 是 没错 所以有的误解 都可以和解 普通打电话出来和解不容易 对… 面子放不下 新年容易 对 所以新年 刚才我讲的 第一是和解年 第二就是要 过去的 恩怨 恩怨 过去的辛苦 防省一下 第三 真的需要 人类人生 真的需要 戒日 戒日 我算一算 马来西亚的戒日 很多 大概十多天 十六天 在东南亚算得最多 第二 现在加上星期六 星期天 又off day 一年365天 我算一下 130天是 假日 假日 可是普通的周末 又不是假期 是那种 戒日 但是假日 不是戒 所以我们对戒这个字 戒日festival 有一个特殊的因素 所以春戒是在那么多戒里面 是属于最 手损 最大的 最大的 是 所以这个呢 这个是一个 对于国家人民讲起来 对于个人生命讲起来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给自己一些的 期待 喜悦 你看年龄一到 还没有大之前剪头发 剪头发很大 小孩子有一个 穿新衣 所以你有很多期待 你年轻的情人节 是不是有期待 是 年轻时候是 年轻时候 男女对爱情的 掌握着有期待 对… 春戒也是这样 家庭有期待 儿女回来 对 父母一直掌握着儿女回来 兄弟见面 尤其是父母不在了 那兄弟几乎很少见面 所以春戒就是一个 把整个亲情 家的情 把它燃烧起来 这个是一年之中 你应该做的事 再不烧起来的话 一年两年 没了 没了 蛋了 这是我认为新年的意义 吃喝完了只是行吃 是一个过程 你没有吃喝完了 你也鼓不起 太久 其实对 那个氛围 对 所以新年是当作一个很好的渠道 把我们人生 日子都是苦 是 只有节日才会带你一点的喜乐 对吧 所以我们也不必有一次回来 那其实我对于市长 对于过年的意义 我也是很好奇 不过等一下呢 我们节目回来 进入一段广告回来 没事 是的 欢迎回来 那刚才我们聊到了春节的意义是什么 那达特 对你来说春节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春节它不只是一个节日而已 而且不是只在一个庆典之上 那我本身的看法就是它是这个时候就是一种团祭 跟一个团圆 从团圆的开始到团祭这一块 那我觉得这是人与人之间 那重点就是我们这些华裔 华人的这种文化的传统 继续传承下去 就是我们想的时候 亨联卡 红包等等 但是我们忘了一个东西叫做春联 所以你看我们在古晋南市在鼓吹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服帖 让人家去放在家门或者对联等等 所以我们就分发出去 让大家继续保留着我们这个华人 这个文化的传统这一块 因为我觉得这个带很多 每一家都有门 对不对 所以不管你是任何宗教 只要是华裔的话 其实我觉得有鼓吹其他的种族 你也可以放对脸 因为它没有带着任何一个宗教的意义 但是它只是一个祝福语 有没有 所以就是我们每一年做的 就是邀请我们本地的这些书法家 帮我们的队人提名 提了以后就把它印制了 分发给全民去把他们交叉 我觉得 所以你看整个华人这个农历新年 就是我觉得重点在于大家 团聚在一起的那种聚集 所以我们也今年特别制作了一首 本地第一个沙劳业的出品 包括了很多种族在一起的一个MV 我们就叫做团聚在这里 因为我觉得我们沙劳业在这一块 我们四十多个不同的种族 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 那我觉得每一个种族 在他们庆祝这个庆典的时候 能够以这种团结跟团举的 这种方式下去 是有助于我们的国家的前进 那大家都有这种心态的话 从家庭开始 然后他卖扩充了各种种族 那才能够维持我们这么多年以来的 这种和谐的社会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说 今年没有回家啦 什么东西 我觉得很多年 就像安達到刚才讲的 一百多天 哪一天都可以离开 哪一天也可以去旅行的 对不对 哪一天也可以休息的 那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 重要的一个节日呢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华语 我们应该传承这种 最基本我们有的文化 因为它是全世界的华语 都在庆祝的一个农历信念 市长的一个分享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传达的 就是两个字 传承 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上 这个举办是很重要的 那其实也是想请教 我们的NATO邓倫吉 他本身是这个 沙拉月文化研究会的会长 那有什么活动是你 你本身是觉得想做 但是好像很少看到 有这样的类似的活动 出现在我们东马这里的呢 很多事情要做 今天我就用村 集中在春节 对 春节 春节 过去有文化气息的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春联 对 春联 以前家里左右都有一对 对 出路平安 对 对 这一个习惯的慢慢的 当这个城市化之后 现在我们国家 城市也就说 农村开始没落 好到市区来 市区呢 我们在贴这个东西 好像对于美光方面 很多人不会接受的 对吗 你在公室那里 所以就慢慢的 在这个城市化的社会里面 就看看这一块 我们在贴春联 不容易 人家贴了 又怕脏 又挂起来 而且又红纸 黑 黑字 又有一些抵触 一些人有一点抵触 都有颜色 对啊 所以呢 所以现在我认为说 这个 在这方面有形式的 应该拿出来 所以过几天呢 我们文化社会 就把这个农村联 刚才市长有讲过 他有做出他的努力 我们就把这个农村联的 这个活动 把它带入草根 就是在咖啡店那边 安排一些人来写 你们要给多少红包 十一 十一 所以就把它带入 你做杀略的草根在哪里 咖啡店 咖啡店玩话 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先做一点先 那到底认为一般的民众 对于春年的热爱跟热情 到什么程度会很... 年轻的不会 年老的还有一些的怀念 所以怎么样在年轻里面鼓起 第一呢 因为教育也是一个问题嘛 一些对华文教育没有熟悉的 对 还是不大会欣赏这个对联的书法 跟它的意义 所以教育是造成我们 没有受华文教育的人 对于这个就... 他因为说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不过在这个局面之下 我们没办法 也都要进行 就我们 还是得做 对 还是得做 第二就是这个写对联的这个 这个设计跟形式 以后跟这个时代走嘛 对... 看看用什么样的形式 让它比较容易 被新一代的人接受 你喜欢它 当作一个collection item 为什么红包可以成为collection item 就因为它设计多 过去没有设计的 还记得吗 就是一片... 红子 对... 所以这个设计也是有问题 所以我们也要与时并进 所以我们那些文化的形式 要适当地改 不影响它的内行意义 形式要改 才吸引人 所以把这个 我们春节的这个传统文化 带入民间 我觉得可能是两位 我们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 传承 对 是 那在你们眼里 华人最注重的传统 是什么呢 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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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是说我们拿这个 对... 我觉得在这一块里面 第一个重点就是在我们的农历心里 第二个我觉得 这个比较重要的是清明节 就是不忘我们的祖宗祖先那些 对... 所以我要说 那一块 所以我觉得 大家知道每天在扫墓 什么东西 其实我感觉到 我也看到的 但我不是说古镜这一块没有 但是我觉得事物是蛮... 整个清明节的时候 你看它整个城市的拥挤 还有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事 所以让人家都会对于他们的祖先的那种怀念 所以应该这个呢 我们... 我特别选择这两个日子 我觉得这种 对我是很有意义的 就是说我觉得第一点呢 我们不忘我们自己认更 不忘我们以前我们的先贤 帮我们牺牲了这么多 那我们... 因为有的孙子那些几代过后 有的已经不认识了 那有的就是宗教信仰不一样了 所以到最后是一堆的废草 所以我觉得那是最不应该的 真的 那是最不应该的 所以我觉得不管你任何宗教 不管你任何宗教 其实我觉得扫扫墓 就是像一个去看清那种样子 对不对 只是不同形式 因为你今天的所有就是这一些 先贤帮我们打下来的 那如果他没有什么财产留给你的话 至少他把生命传承下来给你 有没有 所以我觉得做人要记得一个重点 任何一个节目也是一个节日 也是告诉我们一个东西 要感恩 最基本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 我们现在所讲的就是 团联 团联 传承 感恩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华裔 一直以来鼓吹的 我们的春节是根据农历 世界上有三种历法 一个是农历 就是阴历 根据露娜也 就是根据月亮 另外一种是阳历 说了 应该是根据基督 耶稣当生后才开始 另外一种是回历 回教也有他们的算法 所以我们现在打回来 再看看我们的阴历 我们讲农 也是阴历 跟阳历是相对的 那么庆祝 Lunar year 不是单单只是华人 中国 在韩国也把春节当做 对 他们是 日本也把春节 It's not Chinese New Year It's spring Lunar New Year 越南 越南 越南庆祝是比跟中国一样的 非常传统 它甚至比日本跟韩国 越南是非常的传统 跟我们这个 完全一样的 也是很笨的 对 也有 庆祝也是初一初二初三 什么都一样的 所以 所以这个是跟芥器 婴力 努力主要是跟芥器有关系 就是四季 春夏秋冬 而是是节令 耕种 借气的一样 所以 春节是 一种科学 天文 地理 对我们人民讲起来 我们的农业社会 过去都是靠 靠 你记得一本书吗 叫通书 还记得 通圣 通圣 那边就很多 春根几十 可以下冬几十 甚至说 为什么你结婚 那要省日子呢 这个不是女性 因为什么 他有告诉你 那一天可能会有大风 那一天可能会下暴雨 所以你不要在那一天 那边帮什么 活动 活动 是 所以后来的人 就把它当作女性 然後他有他科学的 所以大家不要把过去的东西 一概的莫杀 沒錯 一定要找出 不适合的通圣里面 不适合的 我们把它删掉 不合科学的根据 对我们生活 他整个就是告诉我们 农历就是跟农业社会的 一切互动都相关的 后来是现在变成工商业社会 糟糕了 是 对啊 是 所以这个环境变了 所以在这个 这么多季日里面 你看来提的 春节跟清明节 我完全同意 我心目中也是这两节最重要 我知道了 对 但是生在莫杀的人 要准备明年 明天怎么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 有的是已经走的人 祭奠他们一下吧 对啊 所以这个也是传承 从走的人 传承到莫的人 莫的人还要传承到 还没有出生的人 是 是 没错 那在华人的传统文化当中 最重视的就是传承 感恩 虽然来到了二十一世纪的 当今时代 什么事情都要讲究高效率 人工智能 数码化等等 但是很多华人的传统文化 还是离不开我们的生活习惯 比如见到家长 长辈会叫一声爸爸妈妈 叔叔阿姨 一家人在餐桌上 会齐齐整整地吃一餐饭等等 这些都是代表了华人的 优良传统文化 当然农历新年的各种传统习俗 之所以会从几千年延伸到今时今日 其实就是一直在传递一个强烈的群体意识 和追求和谐的这个普世价值和精神的 是 那节目来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 那再次感谢两位嘉宾 拿渡戴伦奇和拿渡黄红胜 来抽空来到现场 那和大家分享他们的过年故事 也要特别感谢这个 加大贸易有限公司赞助的装饰品 让我们现场有这个非常漂亮的场景 还有这个春节的气息 那我是苏恩 我是Brian宁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 DialogTVS春节特备节目 再次祝贺大家 龙年大吉 万事如意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